他用辣椒水攻擊保全員 然後他到櫃台的時候 拿出類似槍型的東西放在櫃台上 然後左手拿走放在櫃台上的金額 然後就迅速離開 我們看的畫面 他是拿辣椒水攻擊保全員 一手拿著看似槍型的東西 那我們目前看的是這樣 那如果能夠有迅速查獲 那當然我們就能夠確定他拿的到底是一件槍還是假槍